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公布经济和通讯团队成员名单 前美联储主席耶伦获提名为美国财政部部长人选 前美国公议院发言人普萨基将会成为白宫发言人 如获国会确认耶伦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财长 美国药厂莫德纳最新数据显示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有效性超过94% 莫德纳将寻求美国紧急使用授权以及欧盟的有条件批准 一旦获准预计将在12月21号投入使用 并在今年年底发放2000万剂疫苗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重申将会竭尽所能调查新冠病毒的动物源头 并敦促不要将调查工作政治化 否则只会为追查真相带来阻碍 他表示上星期全球新增的确诊病例自9月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但还是要保持高度警惕 英国脱欧协议谈判进入最后一个月 负责英国脱欧事务的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和英邦首席代表 佛罗斯特30号在伦敦继续进行磋商 双方承认仍然在渔业等领域出现重大分歧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 审议军队政治工作等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习近平表示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 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修订条例对加强党对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各位早 今天头条我们来看到美国方面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公布经济和通讯团队的成员名单 前美联储主席耶伦获提名为美国财政部长人选 而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将会成为白宫发言人 拜登30号正式宣布提名前美联储主席耶伦为美国财长人选 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总裁坦登为预算办公室主任 如果获得国会确认 耶伦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财长 并且是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长 美联储主席以及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第一人 而坦登将是美国首位领导预算办公室的少数族裔女性 另外拜登还任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劳斯 领导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 拜登在声明中指出 这个团队是由受到广泛尊重 并且经受过考验的公务员组成 将会在美国受到新冠疫情重创的时刻 解决美国经济中的结构性不平等现象 他们将会确保每一位美国公民在工作中享有公平的回报 平等的待遇取得成功的机会 伊伦近期表示 如果美国国会不通过进一步的支出计划 来应对失业和维持小企业的生存 那么经济复苏将不均衡并且发力 华尔街日报引述拜登团队的评论指出 伊伦在处理过早退出政府刺激措施的危险方面 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权威人士 如果国会仍然在采取行动方面犹豫不决 伊伦可以与美联储和行政机构密切合作 以争取更多的支持 拜登30号还公布了白宫通讯团队的7名高级官员 白宫发言人将由前美国国务卿克里的 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担任 白宫通讯主任将由拜登竞选团队的通讯主任 贝丁·费尔德担任 而其他成员也均来自拜登竞选团队或者奥巴马政府 对于华盛顿邮报称赞拜登的通讯团队均为女性 现任白宫发言人迈克纳尼回应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 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通讯团队高级官员也均为女性 这是假新闻的又一次盲目宣传 凤凰卫视王宾如王天逸华士顿报道 拜登公布更多的团队的新成员提名名单 那各界的反应如何 我们来看看报纸上的报道 来关注到现在拜登公布的经济团队的人选当中 最受瞩目的就是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任女性财长的耶伦 那耶伦呢 现在据报是在民主党内获得了温和派和自由派的广泛的赞赏 而且他在2014年确认出任美国美联储的这个主席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获得了不少共和党人的支持的 而分析预计呢 耶伦如果上任之后 他的首要的任务就是会就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方案 和控制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展开谈判 那除了耶伦之外呢 其他有一些人选是遭到了一些质疑的 比如在经济团队当中获提名为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的坦登 那坦登呢 据报可能会遭到一些民主党内自由派人士 以及共和党的质疑 因为他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呢 就这个可负担医保法案 他是制定者之一 而当时共和党就几次就想废除这个法案 预计呢 他有共和党人就向媒体坦言说 可能坦登在参议院很难获得大多数支持 而至于通讯团队方面 刚刚新闻当中也提到了 有两大特点 一个呢就是全部都是女性 那第二个呢就是重用了奥巴马时期的一些官员 重用奥班子 被媒体认为 那拜登就说 这个通讯团队将会负担起 连接美国人民和白宫的重任 好 相关话题 我们进入今天的晨早点评 相关话题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先生 为大家点评分析 宋先生早 宋先生早 嗯 宋先生我们看到拜登的管制团队人选陆续公布 不少曾经在奥巴马任期内合作过的 那对于拜登的团队人选 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 拜登的团队里面的人选主要是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自己竞选的团队 这个也很正常 一般来讲的话 到了这个时刻的话 论功行赏 那么竞选团队里面的一些有功之臣 必然会得到重用 这是一部分来源 另外一部分来源就是自己的老东家 奥巴马当时的执政团队 那么从拜登的角度来讲的话 现在面临美国的疫情 包括社会危机经济危机比较严重的状态 他现在在选人的时候 一方面要重视的就是专业 另外一方面要重视的就是经验 这两个是不可或缺 那么把这两个问题重视之后的话 才能够打造一个成熟的竞选团队 下面的一个执政团队 这个作为拜登来讲的话 现在是当务之急 其实刚才你已经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在一些重要的位置上 是不是能够变成现实 能够任命的话 还在于参议院是否能够最后批准 那么参议院如果要是从中作梗的话 有一些人也是没有办法得到任命 那么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 在整个执政团队里面 包括你像之前的布林肯 提名为国务卿 那么还有一些国安的顾问等等 其实都是来自于奥巴马之前的团队 这些人的外交经验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 包括刚才片子里面所提到的耶伦 实际上也是在经济领域也是非常非常的权威 这些人如果要是走马上任的话 对于美国的经济 对于美国的外交将会带来比较大的帮助 但是这些主要的成员必须要经过参议院的批准 才能够真正成为岗位上的一个担当要职的人员 那么现在在美国存在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作为拜登 现在还没有上台 基本上已经确定他是一个拨脚压的政府 包括在参院现在共和党基本上是确定得到了多数的席位 那么在众议院现在作为共和党来讲的话 现在也比之前要多了大概十几个席位 这样的话在于未来如果拜登执政期间 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将会被国会撤走 这个对于拜登未来在执政过程中 如果想放开手脚去做一些事情的话 可能也比较难 这对于拜登还没有上任 其实已经带来了很麻烦的问题 对于美国未来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 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圈圈 好 谢谢宋先生的点评分析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威斯康星州选委会 经过两个线的重新点票之后 确认后任总统拜登在11月初的大选当中 在当地胜出 而另外亚利桑那州也确认 拜登以微弱优势赢下了亚利桑那 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州务卿 霍布斯和共和党籍州长杜西签署文件 确认拜登在亚利桑那州击败总统特朗普取得胜利 在当地的340多万选票当中 拜登仅以0.3%的优势胜出 双方差距只有1万票左右 而拜登也成为近70年来 第二位赢下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当地的统计显示 亚利桑那州今年大选投票率接近80% 比2016年高出了8个百分点 而目前特朗普的律师团队 仍在试图游说当地的共和党议员 称大选有舞弊之嫌 休息一下 回来有环球聚焦 稍后见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30号重申 将会接近所能调查新冠病毒的动物源头 并且敦促不要将调查工作政治化 否则只会为追查真相带来障碍 WHO is committed to do everything it can based on signs and solutions to find the origin and that's the basics we need to do the basics and we will not stop from knowing the truth on the origin of the virus but based on signs without politicizing it or trying to create tension in the process 谭德塞病表示 上星期全球新增确诊病例 自9月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原因是欧洲地区新增病例减少 但还是要保持高度警惕 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病例数量和死亡数字 仍然在增加 特别是许多国家将迎接假期的到来 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 世卫专家也呼吁有关国家 慎防滑雪季节人群聚集 可能助长疫情扩散 美国药厂莫德纳 30号寻求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对旗下研发的新冠疫苗 批出紧急使用授权 同时寻求欧盟的有条件批准 莫德纳指出 新冠疫苗功效超过了94% 一旦获批 预计将会在12月21号左右投入使用 并且在今年年底发放2000万期疫苗 莫德纳首席医疗官扎克斯表示 最终测试的结果可靠 足以获得美国政府以及欧盟的批准 最新数据显示 在3万名接受测试的人中 196例出现了新冠症状 11人接受了新冠疫苗 185人接受了安慰剂 30例严重病例均为注射安慰剂的测试者 而接受新冠疫苗的测试者中 莫德纳新冠疫苗有效性达到94.1%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预计会在12月17号 开会评估数据 最快会在会后的24到72小时内 发布紧急使用授权 莫德纳计划在今年年底发放了2000万剂疫苗 不过有医疗专家指出 发放、管理和存储疫苗将会面临挑战 Ultra cold chain storage is extremely you know cold even colder than Antarctica type temperatures and to be able to maintain that from the point of manufacture which might be easier given vaccine manufacturer has that capability but distribution from beyond there so imagine keeping the vaccine colder than Antarctic temperatures all through the last mile and through point of delivery it's extremely challenging 专家指出 辉瑞研发的疫苗 需要装在存放干冰的箱子中 并保持在零下70摄氏度以下 莫德纳的疫苗则可以解冻 并且在常规冰箱中保存30天 美联航已经从上周开始 将首批辉瑞的新冠疫苗 从比利时运抵了芝加哥 一旦获得批准 将会迅速进行分发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表示 第一批疫苗将在圣诞节前 投入使用 而首先获得疫苗注射的 将会是医疗工作者 等核心领域的工作人员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逸 华士顿报道 新冠疫情仍未受控 美国民众呢 对疫苗是巧手以判 希望生活可以早日回归正轨 但是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表示 犯罪集团对此也虎视眈眈 就等着利用民众急切的心情 赚取不易之财 国土安全部官员还表示 正在和辉瑞莫德纳等 几十家药厂合作 了解疫苗的包装分发等详细信息 并建立起数据库 准备好及时侦破和破获 针对疫苗的诈骗行为 国土安全部也已经分析了 超过六万个已经证实 或疑似和疫情有关的诈骗网站 查获了1600多起 售卖假冒伪劣保护装备案件 价值超过2700万美元 并且逮捕了超过185人 当局提醒疫苗问世之后 民众一定要在正规的医疗机构接种 不要接听索要个人信息的电话 也不要随意点击进 推销偏方的网络链接 英国媒体指约翰逊政府计划 最早在下周就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而目前英国已经订购了至少4000万只疫苗 可以满足2000万人接种 英国政府消息人士对媒体透露 英国居民最早会在12月7号开始接种 届时获准交付的辉瑞版新冠疫苗 英国政府还在上周末增加采购了 200万只莫德纳版的新冠疫苗 目前英国总计已经向7家疫苗研发机构 采购了3亿5700万只疫苗 此外英国首相约翰逊还任命了 担任商业部副部长的扎哈维 专职负责疫苗接种工作 不过在民间还是有人质疑疫苗的安全性 在才刚过去的周末在伦敦市中心仍然有数百人示威 抵制接种新冠疫苗和反对政府的防疫管制措施 为了能够顺利开展疫苗接种 让英国成为全球首个全民接种新冠疫苗的国家 约翰区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让一直为贫穷学童 争取免费午餐的曼联球星拉什福德 以及英国王室成员担任宣传大使 鼓励公众参与新冠疫苗接种 此外对于来自英国政界 尤其是执政党内部针对英国政府即将推出的防疫分级措施的质疑 甚至是批评 保守党首相约翰逊目前的态度非常的坚决 表示即将推出的防疫政策不可能有松动的空间 外界预料在12月1号英国国会下院就此举行的投票当中 来自不同政党的多数国会下院议员都会投票支持约翰逊 冯航卫视 曹杰 张顿 伦敦报道 法国卫生部门宣布将从明年的1月开始 分阶段为民众接种新冠疫苗 那数十万名住在养老机构的高龄民众 将会成为首批接种疫苗的优先人群 法国卫生管理局宣布 接种疫苗将在民众自愿的基础上进行 由于初步阶段的疫苗数量有限 所以卫生局规定将按照五类人群的优先顺序开展接种工作 第一类人群是国内的80万名养老院居民和工作人员 第二类人群是高龄人群和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 以及工作在一阶处感染因素的人士 总计1500万人 其他的患病人群封闭环境工作人员 将继续按照排序顺延接种 法国的一家卫生冷冻设备负责人就介绍 为了应对即将开展的疫苗接种工作 他们的设备产量已经提升了一倍以上 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 法国有超过三成的民众对新冠疫苗持拒绝态度 有接近半数的民众不愿在第一时间进行疫苗接种 有医护人员就呼吁 为了缓解法国依然严峻的疫情形势 政府应该出面领导这次的大规模疫苗接种行动 并交由专业的机构或军方进行操作和监督 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经突破了6350万 死亡人数超过147万人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突破1388万 死亡人数超过27万 巴西再增21000多例 累计确诊超过633万例 人口最多的城市圣保罗宣布收紧防疫措施 而墨西哥单日新增超过6000例 累计确诊已经超过110万 在欧洲俄罗斯新增26000多例 累计近230万人确诊 意大利单日新增大约16000人确诊 全球确诊病例第二多的印度 单日再有超过3万例确诊 累计确诊达到946万 伊朗新增超过13000人确诊 而土耳其单日新增超过3万例 累计确诊突破63万例 再来看一下中国最新的新冠肺炎疫情数字 内地29号新增确诊病例18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 本土病例3例都在内蒙古 而当天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 其中14例是境外输入 内地现存确诊病例当中以上海最多 其次是福建和四川 港澳台方面 香港30号公布新增76例确诊 其中9例源头不明 跳舞群组累计增至519例 台湾新增24例境外输入 其中有20例是印尼籍劳工 截至昨天凌晨零点 香港新增7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 确诊的总数达到了6314宗 面对严峻的疫情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宣布收紧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那除了个别部门之外呢 公务员从明天开始将会居家办公 多类娱乐场所将会关闭 限聚令从四人进一步收紧到两人 为期两周 而与此同时再增加五间社区检测中心 并且扩大强制检测人群的范围 另外香港海洋公园公布 为了配合防疫措施要求 明天起暂停开放直到另行通知 香港第四波新冠疫情来势汹汹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宣布一系列更加严格的社交距离 限制措施为期两周 除了提供紧急及必需服务的部门之外 公务员从周三起集体居家办公 林郑月娥希望特区政府的措施 能起示范作用 其他雇主可以尽量跟从 做理事安排 这个机构的运作需要 尽量给他们的员工在家里工作 另外继酒吧浴室等场所关闭之后 多类娱乐场所 包括游戏机中心 卡拉OK和麻将馆等 周三起需要再次关闭 餐厅的营业时间需要在晚上十点前结束 每桌限座人数挑剔至两人 限聚令从四人重回两人的罪严限制 另外林郑月娥表示 检测工作会继续多管车下 应检进检 既有病争的人士 跳舞群组等相关场所的访客及员工 和安老院设人员之后 数以万计的地势司机 将会成为最新一个 被纳入需要强制检测的人群 另一方面特区政府也会继续秉持院检静检 让有需要的市民自行进行检测 在目前九家社区检测中心的基础上 再增开五家社区检测中心 同时也将扩容隔离设施 除了重开三个检疫中心 将会有三家酒店被征用 作为专用的检疫酒店 凤凰威师赵凌峰香港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有来自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30号召开会议 审议军队政治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力保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 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修订军队政治工作条例 对于加强党队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 推动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全面落实 确保解放军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确保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 对于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 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驻魂育人 确保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 要加强党中央 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 压实各级党组织领导政治工作的责任 确保各项政治工作有效落实 开创军队政治工作新局面 要聚焦聚力备战打仗 把政治工作贯穿到战斗力建设各环节 种入到军事斗争准备全过程 以刚性措施 推动战斗力标准在全军牢固立起来 要坚持政治工作根本原则和制度 积极推进政治工作思维理念 运行模式 指导方式方法手段创新 推动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 要持续纯正政治生态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军 坚决纠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会议指出 修订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是党中央着眼全面从严治党 依规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是巩固深化统一战线领域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精神的重要举措 也是新时代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必然要求 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形成全党做统战工作的局面 提高统战工作科学化 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会议强调 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扬党内民主 保障党员权力 强调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 激发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热情 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不断健全 推动党员权力保障工作取得成效 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力保障条例 有利于充分体现中共的领导制度优势 发挥党员主体作用 凤凤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0号以视频形式出席 上河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 总理理事会第19次会议 他在讲话中表示 要着力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坚持开放合作 提升本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水平 维护产业链供应策的顺畅 李克强在讲话中 就下阶段上河组织发展 提出多项建议 首先是着力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继续开展联合防洪演习 和去极端化合作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另外也要着力巩固融合发展的坚持基础 坚持开放合作 提升本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水平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顺畅 建设地区快捷和绿色通道 网络 此外 要着力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 积极培育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增长点 打造新产业和新业态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复苏 建议还包括开拓健康 文化 体育等领域的合作新空间 加快新冠肺炎疫苗 药物研发合作 中国将为实现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做出贡献 李克强强调 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策略 致力于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 也愿同世界共享机遇 与会各方积极评价上和组织各领域合作 取得的重要进展 面对挑战 各方承诺携手共同抗击疫情 开展疫苗 药物研发合作 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共同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 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 会议并发表了联合公报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从全球竞争的视角来看 各国正处于数据竞争的时代 数据的战略性导致各国对于数据的激烈竞争 中国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聚焦数据安全 就政府和企业的数据安全提出了解决思路和方案 我们来看中国透视 数据技术事关各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合理的数据安全关切反映的是共同利益 各国都在探索如何处理 数据不流动 各自为政 是自负手脚 对发展带来阻碍 中国提出全球首份数据安全倡议 给全球治理增加更多确定性 比如数据经济占到北上广深 差不多的50%以上的GDP的比例 在全国也占到36%GDP的比重 所以我觉得数据在中国未来发展会更大 那么当然就是说关于数据流动 我觉得都注意到中国政府 前段时间也提出了八条数据安全的倡议 其中也都提到要保护隐私 企业不能把数据从国外 或者说随便去动用别人的数据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这些建议 我觉得展现了一个更开放 实际上中国现在有大量的数据公司要走出去 应该说谁能够持续掌握 获取数据和传播数据的通道 就有机会在新一轮的全球化与竞争中 占据主导地位 数据爆发增长 成为实现创新发展 重塑人民生活的重要力量 那如何兼顾服务便利和保护隐私呢 这个数据就像这个 这个就是劳动力要素 它就像这个 生产性要素 它就像这个 比如说金钱 像这个资金 像人才 像土地 它是一种 这个必不可少 21世纪的那种 数字经济时代的 非常重要的这个要素 它就像21世纪的石油 说这个数据的矿的开采 它应该是可以分享的 只要我们注意数据安全 注意隐私 可以让它的数据更大的这个 这个便利化 更大的汇集 人类的方方面面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为了数据 也可能是要开放 我觉得我们的数据也是要流动起来 同时我们中国的数据 也可能走出去汇集国际民生 国际的数据也可以到中国来 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教学 比如说跨洋的教学 学英语 我们都跨一跨一跨进的这种 医疗门诊 我们跨进的这种电子商务 我真的大量的这个数据在流动 所以我相信这个数据流动 实际上是应该我们应该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当然我们要保护饮食 我们要注意安全 但是数据流动和这个人才流动 和资金流动 和这个劳动力 或者产品流动 它是完全是一个道理 数据安全风险是各国在发展数字经济过程中 面临的共同挑战 出入在于共商共建和共享 但美国等国家在这方面也走单边主义 以清洁为名实施数字霸凌 并且以安全为借口 对于中国领先企业进行全球围猎 中国官方多次声明 没有也不会要求中方企业 违反别国法律 向中国政府提供境外数据 凤凰卫视 蒋晓峰 富托 北京报道 我们来看网页上的消息 关注到香港方面 那现在呢 在香港呢 一直是有这个看电视的话 一直是有模拟信号和数码信号 两种信号的这个电视频率 供选择哈 但是模拟信号 当然是更上一代的技术了 在今天的零时零分 香港正式停止了 模拟信号的广播电视发射 那么正式进入了全面数码时代哈 在今天的零时零分呢 在香港的慈云山的发射台呢 工作人员是按下了按钮 停止模拟信号的电视广播 那随后画面上是出现了一片雪花 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那根据最新的调查显示呢 在现在在香港仍然有大约 百分之二点二的住户 差不多是大概五点八万人啊 他们依然是继续收看 这个模拟信号电视的 所以在香港有机构 也就是关爱基金 将会推行一个数码电视援助计划 直到明年的七月十五号 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住户呢 添置收看数码电视需要的器材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方面的消息 台湾方面今天有哪些新闻焦点 我们请祝台北记者卢冠飞来告诉大家 冠飞早 全全早安 台湾的报纸消息首先关注 台湾近年30号是新增了24例的新冠肺炎 境外移入确诊病例 其中有20例是印尼级的劳工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因此宣布 从12月4号开始全面暂停印尼级的劳工来台工作 为期两周时间 如此一来估计有1000多名的印尼级劳工无法入境 指挥中心表示 两周之后将是疫情的状况 滚动式调整 是否恢复开放 台北的采访重点持续关注防疫消息 台湾官方拟定的秋冬防疫专案 从今天12月1号正式上路 要求民众到高感染传播风险的场所 要强制佩戴口罩 为者开罚15万台币 另外所有入境台湾的旅客 都必须减负3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才能登机 政策上路第一天的实施情况 台北战也会带您来掌握 报纸消息继续看到 不满蔡政府从明年元旦起 将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台湾 国民党日前在行政院长苏贞昌 赴立法院报告时 带着猪内脏突袭 被称为最血腥杯葛 苏贞昌今天又要到立法院来施政总质询 为求议事顺利 民进党的立委30号是以轮班的方式 守在议场的门口 要严防国民党的杯葛 蓝绿攻防预估会再次上演 最后民间团体日前发起了秋豆游行 号召5万人上街反对进口 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 1号也就是今天将再次的召开记者会 邀请猪农跟一届代表 要呼吁蔡政府重视民意诉求 台北战引会带您来了解 以上就是今天台北早班车的重点 把时间交还给全全 好的谢谢冠飞 我们再来看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在11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因为市场获利回吐 三大指数全线收低 而按照整个月计算 三大指数升幅都超过一成 当中道琼斯工业指数 录得1987年以来最大单月升幅 收获于多款新冠疫苗传出好消息 市场见到逐步复苏的曙光 传统工业股大幅走强 不过银行股是显著走弱 加上油价急跌 影响石油股表现 拖累大盘收低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 29638点跌271点 跌幅0.91%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 12198点 跌7点 跌幅0.06% 标普500指数收报 3621点 跌16点 跌幅0.45% 详情请看本台著纽约记者 发回的报道 我们来看星期一 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一早时开盘 就是呈现一个下跌低开 盘中道指跌幅呢 还是超过了400点 但是接近收完 是三大指数跌幅都有所收窄 不过呢 还是以下跌作收 尽管如此 今天是11月份 最后一个交易日 三大指数呢 在11月份走势 还是相当的亮丽 道指是上升幅度 11.7% 达到1987年1月份 以来最好的一个月 而标普500指数升幅是10.5% 那在个生活指数 是上升11.4% 那么其他对经济增长 比较敏感的一些行业类股呢 在11月份表现 都是相当的不错 包括航空 旅游 游轮 金融 以及能源类股 能源类股实际上 在今年来说 表现是相当的弱势 但是11月份 整体的升势 达到32%之多 那么一些航空类股 表现也是相当好 游轮类股 当然也是升势 相当亮丽 但是在星期一 这些股都成为投资人 获利回土 朋友的主要的一些对象 那么金融银行 类股表现也还是不错 个股当中 摩根大通 迪士尼娱乐集团公司 IBM公司的升势 都是相当不错 在11月份都是超过20% 但是道指当中 升幅最好的一个个股 则是波音飞机公司 升幅超过47% 在星期一的时候 当然一开盘 是出现了3.5% 下跌的走势 投资人还关注 就是马德纳公司 他们在申请紧急 发送他们研制的疫苗 所以在星期一 升幅是超过11% 另外Zoom公司 在星期一盘后公布业绩 在盘中也是受到 投资人的关注 出现小货反弹上升的走势 但是油价还是持续出现走低 在收盘时下降 0.77% 是45块 一毛八一桶作收 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黄金是持续走低 目前已经跌穿了 1800美元一盎司的价位 收盘时在星期下降 0.5% 为1779.20美元一盎司作收 总来说 星期华尔街股票市场 是获利回吐 抛压为整体的态势 三大指数 低改低走 债夫下跌左手 以上是星期情况 风宏卫视旁者 纽约报道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近期新冠肺炎疫苗的消息 对中期前景非常正面 不过仍然面临重大的不确定性 而评计机构目的则指出 虽然近期疫苗试验取得成效 但是多数国家仍然面临疫情的重大负面冲击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 当地时间周二会在国会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听证会发表展话 还在预找准备的展高里表示 近期新冠肺炎疫苗的消息 对中期前景非常正面 但疫苗仍然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严峻挑战 还难以评估疫苗研发进展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他提到当地新冠肺炎病例基金 表明在未来几个月还会面临挑战 鲍威尔在讲稿中又强调贷款计划的重要性 他指出美国经济在最近几个月的复苏速度是温和的 而在美国爆发疫情期间 美联署推出的贷款计划 对关键性的信贷市场构成支撑 并通过正常渠道恢复失人贷款流动 形容部署的活力是空前的 而评级机构目的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对多数国家带来重大负面冲击 多数国家面临重大经济损失 在务负担显著增加 特别是新兴市场负债能力更有恶化的情况 目的优越期 即使疫苗情况取得进展 但明年疫情大流行也只是逐步缓解 经济趋势如何 则取决于取得疫苗的时间 预料不同国家的复苏输度将有分别 目的在今年10月曾经表示 疫情造成的全球衰退远比市场预期严重 尤其对新兴和前沿市场的影响最为显著 目的预期今年20国集团的经济整体萎缩3.8% 明年经济则会反弹4.9% 方黄卫视综合不到 刚刚过去的美国感恩节假期以及黑色星期五 为年底美国的购物计拉开了序幕 那数据显示 今年感恩节的店内购物客流同比下降52% 不过在线销售就创下了历史新高 有美国媒体认为 这场史上最大的电商狂欢 可能是实体零售店的末日 当地时间30号周一 是美国传统的电商购物节网络星期一 据行业数据估计 当天在线销售额会达到127亿美元 超过黑色星期五及感恩节当天 也标志着美国今年感恩节购物计将告一段落 数据显示 今年黑色星期五当天的店内购物客流 较去年下降了52.1% 而早前的预测认为受到疫情影响 接近年底 共6周的购物计实体零售客流 将同比减少22%到25% 不过 今年美国消费者感恩节期间 在线购物激增 仍创下美国史上感恩节销售的记录 感恩节当天 总支出同比增长21.5% 达到51亿美元 其中一半的购物是在智能手机上完成 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实体零售提供网上购买路边提货的服务 美国塔吉特百货路边提货需求 在第三季度暴增500% 业内分析称路边提货已经成为消费者首选的购物方式之一 美国零售联合会预计 虽然今年美国零售业饱受了疫情冲击 但在网络销售激增的帮助下 假日购物级零售业销售仍实现攀升 预计今年最后两个月 核心零售销售将同比增长3.6%到5.2% 最高达到7600亿美元左右 在线及非实体零售销售额将同比增长20%到30% 零售业分析师称 在假日购物级过后 将迎来更大规模的零售业关店通知 据一计到疫情结束时 美国11万家零售门店中有2.5万家将关闭 报告称 美国1100家大型室内商场中 超过一半已经受到严重影响 方后卫视陈经文将广复 纽约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报纸上的消息 关注到香港方面 香港的存款和贷款额 在10月录得了强劲的上升 10月份香港的总体的存款额 是按月上升了6.4% 而其中港元的存款额上升了9.8% 有分析认为 这主要是受到大型的IPO活动的带动 特别是受到蚂蚁集团上市的消息的带动 很多人都要存钱去打新股 但是撇除IPO的影响之外 其实10月份的存款额和贷款额都上升超过了3% 有专家就认为说 现在到年底之前 暂时港股都没有大型的IPO了 可能存款率会趋于平缓 甚至会出现下降 但是目前全球的资金流动充裕 再加上资金可能会寻找机会 所以到明年香港的存款额和贷款额 可能还会出现大幅的上升 休息一下 回来有专线大观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英国的脱欧协议谈判进入最后一个月 负责英国脱欧事务的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 和英方首席代表佛罗斯特 30号在伦敦继续进行磋商 那目前渔业问题是欧英的最大分歧所在 双方又互相恐吓 不是一定要达成协议 似乎是要借此迫使对方就范 巴尼耶离开会场时 拒绝就谈判做任何评论 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则表示 谈判有进展 但双方都承认 仍然在渔业等领域出现重大分歧 欧姆国家希望在英国脱欧之后 他们的船只仍然可以在英国水域捕鱼 不过英国就坚持 必须掌握领海控制权和捕捞配额 双方又已达成脱欧协议的时间无多来警告对方 英方强调不会改变谈判立场 约翰逊说 能够达成协议当然更好 但即使在没有协议之下脱欧 英国也会繁荣发展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不甘示弱 表明欧盟部分成员国逐渐失去耐性 如果欧英无法达成脱欧协议 将为世界树立坏榜样 但他重申 协议必须符合各方利益 欧盟不会为了达成协议而不惜一切代价 他又说 如果无法达成协议 欧盟会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伊朗首席和科学家法赫里扎德 日前在德黑兰遇刺身亡 那伊朗30号为他举行葬礼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直播了法赫里扎德葬礼 葬礼在伊朗国防部举行 包括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在内的多名伊朗官员都有出席 由于新冠疫情 所有人都戴上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姆尼派代表参加葬礼 并为葬礼迎送古兰金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汉尼 在出席葬礼时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 透露了更多暗杀细节 伊朗国家电视台 安全部门已经多次挫败了对法赫里扎德的暗杀 并预料到法赫里扎德可能会遭到袭击 但是没有预料到这次袭击敌人采取了新的方式 在葬礼上 伊朗国民卫队总司令 萨拉米表示 迪欣以为通过这样的暗杀行为 就可以恐吓伊朗民众 让伊朗不能发展 但是他们错了 伊朗政府决定 防卫市正开吕木森德河南报道 日本29号凌晨的1点35分出现了火流星划破夜空 从西部到东海的部分地区都有民众目击到这罕见的一幕 画面中可见火球在空中急速坠落 并发出耀眼光芒 巨大的亮光随即照亮整片夜空 整个过程只持续了数秒 当地媒体日本放送协会架设在山重线和爱知线等地的摄像机 都成功捕捉到火球落下的过程 据了解这是火流星是一种极为明亮的流星 并在大气中发生爆炸才产生观测到的现象 日本各地网民都分享了行车记录 或者是手机拍摄到的流星片段 有人指很高兴拍摄到流星 但也有现场目击者觉得可怕 称流星划过天空的时候传出巨响 以为是世界末日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地的天气